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過去兩個月,相信你們跟我一樣 到處都在做減價優惠,買到破產 簡直有觀眾IG DM我 Hidy,你不要再笑我啦,放過我啦,我頂不住啦 所以今天我就不做產品介紹,坐下和你們聊聊天 發現大家最近都買了很多護膚品 不如我們說一下怎樣有效地護膚啦 如果你也有興趣,想知道我自己的護膚心得 有什麼要點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話呢 我們現在就開始啦 第一樣,大家要了解自己皮膚的需要 千萬不要聽到一件事說好用,就馬上衝去買 究竟那樣產品適不適合你,適不適合你的膚質是非常之重要的 例如我就是一個例子,一年四季都不會出油的 所以夏天無論出多少的控油產品,多清爽的產品都不關我事 你會發現我很少用這一類型的產品,更加不要推介大家 接一些合作,全部都推了 因為我不是用了這些產品不出油,我本身就不會出油的嘛 了解自己的皮膚,聆聽它的需要,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一件事 冬天人人都說保濕,究竟你是不是真的需要保濕? 你是不是缺水?你有多少缺水?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的 你不是很缺水的,就用一些普通的嘛 你是缺水到爆炸的,就用一些高濃度的,強一點的嘛 那究竟哪一樣是好用呢?不單是產品本身 而是它的工合會不會正正符合你的所需 做到一個完美的缺合,那就是Happy Ending 第二件事,我們的皮膚其實很反映到身體狀況 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可以單單靠外在的護膚品塗下去 就解決得到,治標不治本,你們知道的 一定是有些生活習慣不好,夜睡,亂吃東西,吃很多甜品 令到皮膚老發,辣黃,這些的問題 你不要告訴我,你沒有發現過 皮膚經常都乾真真,很粗鞋 無論用多少很厲害,很貴的保濕精華都無補於事 很快就會覺得自己又被人扯乾了 不如想一下,究竟你是不是喝得不夠水? 做一個很簡單的實驗 只要你下一個星期,每一天喝的水 都是平時的兩倍三倍,你會發現自己的改變 完全不需要加其他的護膚品,都有不一樣的 又或者你會看到自己皮膚很納黃,很沒精神 你是不是夜睡? 如果是的話,你的肝臟的排毒做得不好 呈現就在臉色上 所以你用多少的美白精華,你繼續夜睡也好 情況是不會改善的 它純粹是告訴你 一個身體的警號 你需要些什麼? 你有些什麼做得不夠? 然後你在生活習慣做少許的改變 完全不需要更加多的錢 都會有一個大大的不同 既然你說到這樣,即是皮膚是廢的 不用買啦 你推薦的那些全部都是廢話啦 睡多點,喝多點水就行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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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當皮膚是皮膚的忌廉物 我們都會生腦病死的嘛 怎樣留著青春,讓自己沒有老得這麼快 然後有些問題 是我們平時的習慣不要衍生出來 怎樣去補救呢? 不只是靠自己皮膚去修復的嘛 我們都可以加速它怎樣可以更加好 更加快地回復一個頂尖的level 都是靠護膚品的 除了了解自己皮膚之外 亦都要清楚產品性質 好像兩支都是韓國的精華 很多人都會問我哪一支好用點 推介哪一支多點 其實他們沒得比較的 雪花瘦是導入精華 然後後是修復精華 用的步驟不一樣 配搭的產品不一樣 然後得出來的功效和感受 都是完全不同的 純粹如果你問我導入精華 它是好用 修復精華它也是好用 那大家就明白我講的是什麼 輪到第三件事 久不久呢? 我都會收到一類觀眾的問題 有沒有保濕又美白又抗衰老 但是又便宜的產品可以推介給我呢? 通常我都會問他 究竟你要保濕要美白還是抗衰老 就算我告訴你 有一件事真的什麼都做到 還要便宜還要有效的話 你都不敢用 它的成分都不知道是什麼 就好像一間餐廳一樣 如果專注做一樣食物 鑽研它的煮法 重視它的食材 就可以達到一個職人級的水準 但是什麼都可以吃 然後還要便宜的話 你會得到 茶餐廳的質素而已 所以對應回到護膚品那裡 看看你究竟需要一樣 我用完是可以去到另一個level 精緻一點的 專注去一個功效 還是什麼都有些 但是什麼都是輕微的 OK啦 不錯啦 你要哪一個選擇 都是你作主的 我自己就是一個 一不做 一做就要做得精的人 要美白用美白精華 要保濕用保濕精華 要緊緻了 做一個對應的方法 最重要是有效果 好過你買很多便宜的 但沒什麼用的東西 加上的錢其實不少 分分鐘你已經買到一個 很有效用完 很有感的產品 不是便宜的一定沒有好東西 或者貴的一定好用 最重要是選適合產品 來到第四點 我想說很久的了 大家跟回自己的年齡 去選適合用的產品 不一定用到貴呼吸 越用越貴就一定是好的 我發現很多年輕的妹妹仔 可能二十二三歲 已經在問我 買哪些抗衰老產品 做一些很厲害的面膜 是不需要的 你們最大的本錢 就是青春 知不知道 是有需要用Skin Care的 幫我們皮膚打好底 對於未來發展 一定有幫助 但是不用一步到位的 我看到很多年輕的小妹妹 已經用到很貴的產品 很頂尖 貴婦級品牌 幾千元一瓶 我明白大家負擔得到 但是如果你這個歲數 已經在用這些產品 去到四十歲的時候 你究竟可以用些什麼 有些什麼的選擇 是不是整瓶食落肚才有效呢 所以我們要學會 循序漸進 哪一個年紀 適合用哪一類型的產品 做好的基礎 打好根基 才是最重要的一環 但是 不要斥著自己 年輕皮膚好 就懶惰 什麼都不做 那些玩得晚 不想下妝 第二招再算 是有報應的 一樣都是要勤力做好護膚 打好底 純粹是選擇產品的時候 找適合自己年齡的系列 就可以了 來到最後一點就是我經常都說的 一件產品有用 都要你買回來肯用才有效的 千萬不要買了當用了 然後放在這裡 想起先用 一個星期用一次左右 它多厲害 你都不會看到什麼功效 記住要持之而行 有恆心 還有不要像我一樣 我是工作需要才有這麼多東西 人生是不需要用到這麼多護膚品 都是那句 大約兩至三套 一套就是皮膚好的時候維持狀況 皮膚不好的時候 怎樣改善 還有皮膚很差的時候 怎樣去做修復就夠了 希望以上這幾點 可以幫到大家 有效地做好護膚 不要盲中中 每一樣東西說好都衝去買 我也很多謝大家信任我 但我也希望你們買完一件東西 是可以感受到它們是有效的 然後大家都一樣會有漂亮的皮膚 希望大家喜歡這類型的肺膚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星期到我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到三天 逢星期日到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